欢迎接收视看上阶关心电风的昏年新闻 老天在买高楼 在偏向有这么多中备 家里面的冷气是这些劳工甚至没作用 在买了乡就有一位冷气压车 看到天气越来越热热 主动发生心 清新到老大人家里面 买费留学修理以及进送冷气 基本让这些中备可以过一个舒适的老天 老天在买高楼 在买了乡有一个冷气压车喝油蛋 看到向来很多老大人家里面的冷气是很劳工 所以主动发生心 在老大人家里面的冷气压车 到六世特级的中备家里面 不用费收理冷气 因为我本身是在地人 想回馈一下卖疗乡民 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东西堪用我们就把它维修 该清洗我们清洗 如果不堪用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换新的 目前是跟代表这边 大概在20台左右 那维修跟保养这方面就是需要处理的 如果代表跟基金会这边有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就安排我们的时间 然后跟他们联络 你住在这里暖天的情况是怎样 很暖 感觉 谢谢 感谢 烙热 阿嬷就是大的地方就是一个铁皮屋 所以它夏天其实是很热的 就是原本的有一台冷气 那可是都一直就是 不够冷然后又非常耗电 所以今天呢就感谢我们老板 今天就特地带了很多师傅 一起来帮阿嬷看这个冷气 那帮阿嬷维修好这个冷气 让他这个夏天能舒适一点这样子 饮由在家来处外遭种 上色检查冷气的状况 不然这样 看到中部的家里的电视信号接受不良 他妈妈上最办法处理 非常开心 非常感动 感谢我们这个红柚冷气行 我们的柄林柚打老板 特地来结合我们一些基金会 还有我们的那个关怀中心 来关怀我们的长辈 我们道府来帮免费维修 减少我们一些弱势家庭跟独居老人的一些 一些维修费的压力 除了修理以外 林柚丹也跟新生在北京社区关怀 起点上冷气 起点因为今年才新生也没冷气 两台冷气安装了后 这个冷气 阿公阿嬷就不用怕冷气了 我们这个冷气这个老板 我真的很佩合就是我们这些年轻 他就有这份回馈乡亲 这个心我真的真的游心感到非常的钦佩 我们很高兴得到你们的那个赠送 这两部那个冷气机非常感谢 能让我们能够在夏天度个良好的时间 在地业者关怀家庆的力量 改善逻人生来的问题是今有爱心 期待更多人可以跟他同样 用行动来关怀社会 去吃温口酸菜红薄豆